加州一项允许无证移民有资格获得首次购屋贷款的法案 继续在州议会取得进展 AB1840上周通过了州参议院拨款委员会 已经提交全体参议院投票 AB1840如何通过将扩展首次购屋者贷款计划 即加州梦想人人共享增值计划的资格要求 允许居住在加州的无证移民使用 加州梦想人人共享增值计划于2023年启动 帮助符合资格的首次购屋者支付投契款 该计划最初是为了帮助中低收入者购买住屋而创建 尽管如此提出AB1840的民主党众议员阿兰布拉此前表示 该计划并未解决基于移民身份的资格问题 而AB1840将解决这个问题 他解释任何符合标准的人都可以申请这个贷款计划 要符合资格您必须获得银行贷款或按揭贷款 AB1840的目的是提供购物机会给多点的人 我们知道这是家庭能够获得财务安全和稳定 从而强化地方经济并汇集所有在加州生活的人 反对者说AB1840法案将允许200万非法移民 有资格参加加州梦想人人共享增值计划 该计划将允许申请人获得高达房屋购买价格20%的贷款 等于放出零首付贷款 也没有设立关于借款人如何偿还的规定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住进去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而无需支付一毛钱 然后由加州所有纳事人来买单善后 州议会将于8月31日结束 纽森必须在9月30日之前签署 州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